字幕字幕 temporaryph … 黑陸客 以前要戳文貫ish要幹什麼 我打算今天晚上天氣不錯來做個天文攝影 這裡是綜合市區耶 你打算在這裡做天文攝影 光害乎唯實太嚴重 哎…還好啊 其實之前也已經在這邊拍過一些作品 其實是拍得出來的 雖然是市區 但是其實還是拍得出一些東西 那你有在這邊的市區拍過什麼作品嗎? 喔我記得像我在這邊有拍過 M1的蟹狀星雲啊 然後也拍過M27的啞鈴星雲 其實都有拍過一些作品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有我的照片 這些作品看起來很厲害耶 我一直以為天文攝影一定要跑到山上去 或者是在光害很少的地方才能拍 以台灣來講到光害越少的地方 類似高山的環境 你當然能夠拍到最漂亮的作品 因為那個環境是最暗的嘛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力氣說 就是常常往高山跑 或者說因為一些原因 我們可能時間很有限啊 或者說要照顧家庭啊 小孩啊等等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說那麼長跑高山的話 其實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樣 在市區或者是郊區 那種大概你住的地方 開車一個小時可以到郊區 其實都可以做一些天文攝影 這個是跟大家想的比較不一樣 那只要說在這些光害嚴重的地方啊 我們有使用熱書的一些濾鏡 就可以把這個光害去壓制住 那你拍出來的作品 還是能夠呈現出一定的效果 所以你不建議初學者往高山上跑囉 呃也不是說不建議初學者往高山上跑 就是應該是說除了往高山上跑之外 我很建議初學者也能夠在市區跟郊區把基本供電好 因為像我們很多客人 他其實剛買了器材 他就直接跑去高山 但是他對他的器材其實還很不熟練 所以說他可能沒有辦法獨立的把器材架設好 或者說就是一些設定上還有一些不熟的地方 那上去因為畢竟高山路途遙遠嘛 所以說就是有時候會很可惜他人都到那邊 但是他沒有辦法順利的拍出作品 那反而是說我建議初學者應該不是說不要往高山跑 而是更多的時間呢你可以在市區或者郊區 只要天氣又好的地方 你就在市區跟郊區把你的基本供電好 這樣你去高山才能夠順利的把你要拍的作品帶下來 你剛才說在市區或者郊區會用一種特殊的濾鏡 什麼是特殊濾鏡啊 其實就是你在市區或郊區坦白講 市區就是光害很嚴重嘛 那當然郊區偶爾還是會有一些光害的部分 還是不像高山那麼好 那我們在做天文攝影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一些能夠把這些人造公園 濾鏡的一些光害濾鏡 像我手上這個就是STC 台灣的STC廠商所出的多波段光害濾鏡 那像這樣的濾鏡呢 他就是針對我們台灣的一些人造光源去做一些設計 可能拱燈啊 納燈的一些頻譜去做一些設計 那把這些光害人造光源的光線呢 壓制跟濾足掉 你的作品就可以有比較好的效果 那當然像STC有出一種叫做雙風載屏濾鏡 它就是只留下兩個特殊的波段 H-Alpha跟O3的這個波段能夠穿透進來 那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種重度的光害濾鏡來做使用 所以說在市區或這個還有光害的郊區的話 非常建議大家可以搭配這兩種濾鏡 來做天文攝影 那你得到的作品的效果就會比較好 可是我家沒有陽台或是頂樓可以加器材 那我有什麼建議嗎 其實就我們自己幾年在台灣這樣子跑 都會區各大就是人口密集區 類似說桃園啊或者是高雄啊等等等等 台中啊大概你只要願意開車一個小時 其實還是找得到一個小時的距離 還是找得到可以適合天文攝影的一個郊區的場地 而且有的時候郊區其實能夠拍出的作品品質 就初學者來講已經是非常滿意的喔 那當然在郊區假設還有些許的光害的話 你就可以搭配我剛剛講的那些 STC所推出的這些濾鏡來做使用 我自己本身在台北市的陽明山 台北市陽明山也是一個還算是有光害的地方 因為台北盆地其實是全國最嚴重的光害的都會區嘛 那這邊就有拍出來的M31仙女座大星系 這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除此之外我也在很多的地方 像是新竹的北埔鄉這邊 或者是像是林林啊 給各位看一下這些就是我拍過的作品 欸我原本以為住台北市我就不用做天文攝影了耶 沒想到連陽明山都可以拍到這種漂亮的作品 其實陽明山本身大家當然是想到就是看夜景啊 然後賞花啊泡溫泉啊 但是陽明山對於住在北市人來講 就已經是一個很不錯的可以進行練習天文攝影 甚至是正式拍出一些作品的場地 其實如果說連我們住在台北大台北的朋友 連陽明山都可以拍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知道說全台灣 只要你有心要玩天文攝影 真的不會找不到不能進行的地方 真的是這樣 白講就是說陽明山就已經能夠拍出 像我剛剛的那個範例嘛 就已經能夠拍出 相信對初學者來講是可以滿意的一個作品的水準 那等到你在這些市區啊跟郊區把你的基本功練好了之後 你每一次上高山你就會更有信心 然後也能夠去就是在山上能夠比較輕鬆自在 因為你平常在頂樓怎麼練習怎麼操作 那你到高山上就是一樣的做法而已 所以說平常你在市區或者是 尤其是你如果是純練功的話 你就算有月亮出來你也是應該把氣台架起來 雖然我們都知道月亮大的時候可能沒辦法 很認真地拍出什麼作品 但是至少熟悉你的器材架設操作 跟你的器材培養感情 這些是有月光在的時候都還是可以做的 只要那天天氣好有星星的話 你都應該多在市區跟郊區增加你的練習的頻率這樣 所以你的意思是全台灣幾乎都有場地可以做天文攝影耶 其實沒錯其實全台灣喔 我們離島通常都那個光害都比我們本島的市區要來的輕很多 尤其很多離島大家拍銀河嘛 像這個綠島蘭嶼啊都蠻適合的 那馬祖啊等等 所以離島本身條件就比 我覺得就比我們這種 住在雙北地區的人要來的幸福很多 那但是就算你住在台灣的都會區 你也不用太擔心的是為什麼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全台灣的都會區 你只要願意開車差不多一個小時 你都一定能夠找到可以進行天文攝影的地點 那只要搭配特殊的濾鏡 那你基本上對初學者來講 練功是絕對沒問題 那甚至也可以真的認真的拍出一些作品 那這些平常時候的這些訓練跟熟悉你的器材 就可以幫助你去高山的時候 更能夠順利的完成一個好的天文攝影 來帶去高山把你的作品拍出來這樣 喔這樣太讚了吧 就像我沒有時間往山上跑 我也可以開始玩天文攝影咧 可是好像很多人買的這些器材很怕不會操作 該怎麼辦啊 其實大家不用太擔心買的器材不會操作 因為這個剛好是我們公司 最擅長的收入服務的領域 那我們除了說把器材賣給你 當然大部分的公司可能把器材賣給你 他還是會就是教你基本的組裝啊架設啊等等 那像我們工語光學比較特別就是說 我們在全國的五個就是我們有門市所在的限制地 我們都會舉辦團體般的這個星空底下的教學活動 那通常是挑在這個禮拜六的晚上 通常那會在辦在這個就是大家方便到的地方 那我們會讓客戶把你買的器材帶來我們現場 實際在星空底下把器材組起來 然後做實戰的訓練 那也就是說基本上雖然說那個地方 他當然是光害比較嚴重 你不見得能夠真的來進行天文攝影 可是對於你把一個完整的器材的操作的流程熟悉 這個是絕對很有幫助的 那我們的同事都會在現場直接指導你 可能說你哪邊的操作上有什麼問題啊 你可以現場直接發問然後現場直接練習 那練熟了之後回去在你家的頂樓 或者說在開車一個小時左右可以到的郊區 你就可以獨立的來操作 所以大家倒不用太擔心這個買的器材不會用 因為我們這樣的活動跟教學 每一年都會辦好幾場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的客人是可以一直參加的 你參加一次不會你可以參加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這個不會太是一個問題 而且甚至說到像天文攝影 除了拍出一個基本的原始影像之外 還要可能還要進電腦做一些後製嘛 你才能夠得到更好的這個影像的成品 那我們公司連基本的後製 疊圖Photoshop也都會教你基本的操作 這個都不用太擔心 所以不需要因為害怕不會操作 就打消了想玩天文攝影的念頭 應該說只要你對天文對宇宙很有興趣 然後你想要一起玩天文攝影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找我們朋友光學來規劃跟購買器材 哇 有這麼完整的售後服務 那真是完全不用擔心了耶 對啊 其實大家真的不用太害怕說 類似說沒有空上高山啊 怕買了不會用啊 就不能玩天文攝影 因為我們本身 像我跟我們同事 大家都是很喜歡天文攝影的人 才來從事這個行業 所以我們本身也是一個很樂於分享 然後很喜歡跟大家一起 共同一起研究天文攝影的一個心態 所以我們自然會去幫助大家 就是更容易如何輕鬆的上手 只要你有心要玩的話 找我們絕對是可以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哇 太讚了 那你今天這套器材應該就是要馬上開拍了吧 對啊 我看今天天氣還不錯 那我覺得當然就是 因為我在中和這邊 雖然說這邊離中和交流都蠻近的 也有光害 其實我也成功地拍過一些東西 所以說我覺得今天 既然有好天氣 那當然要好好把握機會 今天我要拍的目標就是這個 M20三列星雲 大家拭目以待囉 M2013